老铁们好 日本这边 今天算是跨年 也祝国内这些老铁们 你们那个兔年吉祥 另外 大家在疫情期间 还是多多注意 不要能别养的 尽量别养 这个病它不是什么好病 不要以为某些网红 说的什么 普通感冒什么的 别信 真的别信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照顾好家人 大洋在此向各位拜年了 今天大洋也没什么活动 一个人在家 寻思寻思 自己做点饭 娱乐娱乐 不想太那个什么 疫情也挺严重 我这不刚养过吗 所以说 还是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 假期毕竟也没有几天 然后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想反思反思 国内的人的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 这个不是反思怪 这个是我 就是近期想的一个 想明白的一个事 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啊 现在已经是三年了 从2020年年初 当然有可能 比2020年的年初还要提前 就是美国 18年19年的所谓的那个什么电子烟肺炎啊 这个东西就是糊弄鬼吗 对吧 呃 有些人就觉得哎呀 你阴谋论 我跟大家这么讲 很多东西啊 它是不是阴谋论 这个东西呢 当时就十年之内可能没人知道 你包括 就说这个当年鲍威尔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吧 哎 拿着一玩就类似于习义粉式的东西 到联合国联大 去联合国安理会去控诉说 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什么远程啊 大规模杀身武器 对吧 那萨达姆都死多少年了 现在对吧 你这个伊拉克战争 现在有20年了吧 现在人美国人承认了 包括其实 呃 鲍威尔人死了 这个这个事儿 咱们已经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 但是这个 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帮凶之一 就是那个英国首相当时的布莱尔 对吧 他不是说了吗 他他他在这个承认了 因为他现在他已经不是首相了 人承认的人还很牛逼 是就说哎呀 就就我我就我就撒谎 你能把我怎么地 就就完全就一副那种嘴脸 是吧 所以的话呢 你看这东西就就证明 伊拉克这个事儿子虚无有了 那你说美国英国在这事儿 他是不是撒谎 对吧 可当时的时候大家各个媒体也好 或者怎么样 那细实淡淡都觉得人家说的是真的 啊 你包括还有更多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什么肯尼迪遇刺之谜什么的 这个东西啊 可能一代人 这这我们这代人可能都听不到了 哎你得过了几十年之后 说这个前一代那一代人基本死绝了 哎这个电视一播报说这个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我记得高中的时候 历史老师跟我们讲了 就是这么个规律 我感觉他说的呢还是挺对的 但是就是起码而言吧 阴谋论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啊 什么神话战争啊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新冠啊 是一场神话战争啊 当然了咱们今天不主要说这个事 我们知道这个赵立坚啊 他他前一段日子吧 就前几前两三年的时候啊 就在中美交锋最激烈的情况下 我记得好像是阿拉斯加峰会吧 他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哎呀 我们把你们西方人想太好了 这个话呢 是大实话 而且我认为这个话呢 并不是对美国人说的 就是美国人他不会听啊 美国人的这种 你要理解这个昂萨人的思维 就是啊 那个美国不在乎这点 就我们不是好人 那又怎么样呢 对吧 他们在乎的是利益啊 利益这个东西 对他们而言是更重要的东西 虽然的话你说哎呀 你是个坏人 那对于美国人没有啥伤力 但这个话呢 是给中国人 包括这个海外华人在内 敲了一个警钟 就是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自己对美国人都是抱有幻想的 咱们就拿这次的这个疫情来说 就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德克里克堡 或者怎么着的 那个就是这么两三年时间啊 就这个根据这方面的东西啊 这个都吵翻天了 有人说是武汉什么实验室的病毒 有人说是德宝的病毒 但我就想说一点 就是当我个人的这个阵营 我是爱国阵营 我就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就不可能是美国人大的病毒 啊 就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些人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当然有些人坏逼啊 但有些人呢属于是被裹挟的 因为毕竟吧 美国的这个影响压还是很大的 好莱坞 麦当劳是吧 这个可口可乐 全世界各个畅销 哎 我们天天用美国人的东西 那我们就觉得哎呀 美国是吧 民主党 他不会干出那种过程的事的 对吧 那很多人他有这种侥幸心啊 抱有幻想啊 叫他哎 美国怎么可能呢 他不会是你这个 哎 你中国造了这个 然后不可能泄露 什么的 我周围的一些这个朋友啊 说真的 就可能 他也没有什么这种政治倾向 但是他就觉得美国不会干这种事 啊 门心自问很多人是不是这样想的 啊 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 首先一点想想说啥呢 你作为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这种啊 就是呃 政治实体 你为了你的政治利益最大化 甚至可以不惜发动战争 这跟你 我这 我说过很多遍这个话 这跟你是什么共产党政权 还是资本主义政权 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政府 你作为一个政府 哎 到了时代不行 你可以打任何牌 啊 甚至发动核战争 啊 因为那核武器 你说核武器 你不用 你你说核武器 你不用 拿着威慑可以 但是有一天 你说真的绷不住了 你拿出去用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对吧 那要不然你核武器是用什么 做在用什么的 对不对 你摆在那当摆设 不可能的呀 对不对 所以说理论上来讲 一个国家 为了就是说 用他的这个 维护他的国家的利益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包括发动核战争 包括发动这个 生化战争 包括投毒 包括这个扶植 对方的这个反对势力 然后颠覆对方的政权 发动武装起义 这都是可以的 我们现代人很多 这思维就是 哎呀 这个美国自由民主什么的 不会干那种事的 或者怎么着的 不是 你就想那些制装 他每天 他一天到晚 他都琢磨想 怎么办法弄死你 或者 当然了 美国的制装是这样 他更希望啥呢 就是把你中国弄得半死不活 然后呢 作为这个 就是美国的小弟 给美国呢 这个就是 生产那个 拿衬衫换飞机啊 生产这个 就是给美国人这个提供廉价的商品啊 一直都是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美国中美这个冲突这么剧烈 很简单 中国人不想再干 再当再当这个苦力了 中国人也想 这个住大耗子 是吧 那个吃炸鸡可乐 我们这个也想过好日子 对吧 那所以的话呢 这个冲突就加剧了 这是很正常的 你就说 咱们就这么讲 美国人 哎呀 这个觉得中国在其他方面上 什么福之公之 什么军事威慑 什么很多很多的方法已经不奏效了 那么我造个病毒 把你投放到武汉 然后让你中国瘫痪 但不小心把自己 那个就是拉下水了 这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就问大家 应该有吧 是不是有 但是很多人他没有这个警觉性 这也就是我感觉很比较失望的意义 就大家呢 已经没有这个警惕性了 没有一个 就是咱这么 咱很简单说 疫情 你可以把它当成瘟疫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这种一个战争 大家呢 我 我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是啥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它一个 当成一个战争去处理 什么大白呀 什么大家都是战士 每天都在打仗 什么物资供应啊 什么乱包子这些东西 都很重要 因为现在就是打仗 打仗 你还能输 打仗还能允许你 哎呀 舒服服看个电影 哎呀 出去跟朋友玩一玩 怎么可能吧 现在 所以这就是我 为什么我一直支持这个封控 当然了 这个人嘛 他这个封控酒了 他都有这种逆反心理 或者说受不了了 然后地方财政的 也不允许 那现在呢 这个 哎 怎么只能 只能说 呃 也是没有办法 对吧 走到今天这一步 但是我还是说这个 就是一直是支持这一点的 因为我认为 这就是场战争 呃 咱们再说啊 我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很简单 就是什么呢 呃 之前美国说 美 有人有这个论调 说美国人 这个很有可能是德宝出来的病毒嘛 啊 其中有一点的这个论据就是什么呢 说美国人当初二战结束之后呢 接收了日本731的这个实验数据啊 这实验数据是什么 当然日本人的那个就是话的那种什么的 其实就是说 呃 很落后 他的那个很多那个就是武器啊 其实很落后 但是重要的是啥呢 因为他可以就是当时用中国人作为这种啊 就是实验品实验体验 他他就是那种 你比如说你美国你想做的话 对吧 但凡有个人揭露出去 那就美国政府一下微信扫地 等于是日本人呢 替美国把脏活给干了 美国人呢 接收现成的这个数据啊 实验报告 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啊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 那问题就出在这 大家知道美国跟日本在当时关系是什么 那就是反法西斯战争啊 日本是法西斯战营阵营的 美国是反法西斯阵营的 那么美国为什么去接收一个敌国的这种 就是包括你像在德国也是大搞这个 就什么澳门海默啊 我记得太清楚啊 就是美国当时接收了很多这个科学家 德国的啊 对他的这个武器的装备的研发呢 啊 发生了很大的 有很大的帮助啊 咱们不是说敌方的东西不能为咱们所用 但咱们就想问问 就是就是越想越不对劲 就从从这个 就是从以这个美国接收731部队的这个 实验报告 实验数据 以及美国接收啊 德国的这个科学家为例 我们就一点代面啊 对不对 我们思考一下这个二战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要知道这个我是也是听博通的这个 就是说视频的啊 呃 这个这方面我是历史空白 但是呢呃 简单说吧 就是融合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呃 一战之后 大家都知道一战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总统维尔逊 就觉得哎呀 我翅膀硬了 是吧 以英国 我法国打的跟雪雪葫芦似的 是吧啊 这个国内千尝百孔 所以的话呢 我美国现在经济发展啊 军事呢 也不弱哎 我这个就可以这个跟你们叫板了 但是呢 这个不像被这个法国我记得是这个总理吧 克里蒙索吧 然后那个英国首相劳河乔治 哎 被他给给那个给现实打脸做人 就巴黎和会吧 巴黎和会等于是美国这个威尔逊 没有占什么便宜 就是等着还没插进一脚 后来呢 在这个什么华盛顿的这个海军协定啊 哎 美国人呢 稍微的就是 赚赚了一点这个就九国公约吧 哎 稍微扳回一局啊 就是什么那个美国的主力舰 两个英国的主力舰可以同样的对位啊 东文对数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美国也没有太就占便宜 当时呢 英国法国一看哎呀 美国就你小的翅膀硬了 是吧 想跟我来争取这个这个来争争夺全世界霸权地位 然后当时英国法国还有他的一些殖民地啊 就是会合计嘛 就搞了一个叫帝国特惠治 基本就属于自己组 就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TPP 啊 类似于美高层的PPP 把中国抛入在外 当时呢 只不过这个目标是美国 把美国抛入在外 就你美国的这个投资啊 什么这个产品的什么的 很难 你说打开消毒也好 或者怎么着也好 所以的话呢 哎 美国呢 到最后其实你就发现 德国人又屠杀 又怎么怎么着的 其实美国人给德国就是尤其是纳粹德国在刚开始那个阶段 在这个纳粹德国刚刚发迹刚刚发家那个阶段是投了很多钱的啊 具体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 在此咱就赘述了 然后同时呢 你看美国其实呢 他还投资日本 他也不是说投资吧 他就是说你说挣钱也好 或者怎么着也好 这个 呃 就是日本的这个原油 最重要的就是原油供应 还有这个废钢 啊 这个日本就基本上从美国进口 日本的这个原油啊 他自己自足的这个概率 大概就是20%到30% 大部分都依赖进口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儿 就是31年啊 这个这个就是918事变 然后37年全面抗战 这七级事变 对吧 美国对日本宣战是什么时候 40到41年吧 对吧 就那段时间 也就是说中国人等于是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期间 美国一直是供应日本的原油 啊 供应日本的废钢 他间接上来讲 他是支持了日本的战争的 对吧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事儿 是什么的 就一个特别有名的照片 好像是在128送户抗战的时候 呃 日本的飞机呢 就是狂风乱炸嘛 炸了一个火车站 然后呢 那个当时那个就是满地尸体 一个小孩 坐在那个光着屁股那哭 然后说这个 就有一些公知嘛 就拿这个拿这个照片 哎呀 说这个美国人 哎呀 说这一张照片 把美国人感动坏了 说大量大量的捐钱给中国 我心想是 你捐在那撒瓜两岛有个屁用啊 啊 你美国政府 但凡你有点这个 哎呀 你说我是 我是正义的使者 是吧 就像你美国政府宣传的那样 哎呀 我第一战第二战 我都是那个啊 那个打跑了这个轴心国 打跑了这个同盟国 哎呀 我是这个就是正义的化身 怎么怎么样的 你当时你直接把日本的原油一掐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你何至于这个 哎呀 这个苦衷民众捐钱 然后搞这点这个 就说句不好听了 撒瓜俩倒的 你说你给谁看呢 对吧 所以 大家知道美国它是 就所谓的正义的使者吗 这个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啊 说这个美国人无非就是啥呢 这战争快结束了 他摘袍子 现在一看啊 好像没那么简单 啊 你们大家看结果吧 对吧 对美国的这一套操作更像啥呢 更像是这个二战本来没打起来 他在那他在那拱火 他支持了这个二战 他支持了这个这周星空 意大利咱不知道 但是德国还有日本 说真的没有美国给他们养肥了 他们敢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吗 对不对 咱们再看看结果 美国呢 就如果说挑出一个国家 哎呀 没有牺牲掉什么 啊 本土完好无损 啊 然后呢 这个获得了很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这个好处 那只有美国 苏联当然他也打赢了二战 但是苏联很惨啊 打光了一代人 那苏联那个境内都打成废墟了 对吧 那中国就更蒙皮了 中国呢 那牺牲多少万人 英国美国也是一天废墟啊 对不对 就仗着美国人 哎呀 这个就是给一点这个什么 马歇尔计划援助 给点钱 哎 这个就是恢复了 或者怎么样了 对吧 所以的话 美国人是这个收益最大的 那我就不接要问了 就是我们一直的宣传 哎呀 说美国啊 是这个就是当在在起码吧 咱们在八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还能看到一次的这个宣传 哎呀 美国是正义的啊 无非他就是哎呀 吃下难看 是吧 他把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占了这个 就是最后这个胜利果实 他摘桃子啊 可是如果结合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些史实来看 那好像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 对吧 你可以 咱们可以认为是美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然后呢 哎 这个挑唆的这场战争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咱们没说这个就是他挑唆 但是咱们说有这个可能性 对吧 所以的话 咱们就拿二战 就这么啊 这个就是公认的 哎呀 美国是个好人 就这样的剧本来看 美国的这种动机 美国的这种做法都值得怀疑 那么 理论上来讲 美国是不是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啊 所以的话 我就认为什么呢 我们我想说的是 那些坏逼们 他们怎么想 他们怎么说 这个事呢 我们也管不了 他们呢 也是无可救药的人 我们没有必要去 在他们身上浪费口水 但是 很多很多对于美国还抱有幻想的人 我认为 你们还是要警醒一些 啊 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抱着一种敌对的态度 但是最起码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有 合情合理的推测 或者说合情合理的质疑 防范的能力呢 擦亮你们眼睛 好吧 不要随意的被一些人带风向 好 我就说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给他 谢谢大家